《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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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们已经从那个横店回来了 我现在住在杜传家里 也觉得好温馨 这玩意也看到了我 过去给她画的画 也觉得很亲切 这是1916年 不 这是2016年 我第一副有画作品 当时我刚开始学油画 我就想送杜传一幅画 我是希望它能成为一棵大树 能健健康康地成长 所以我就画了这幅《理想之树》 这个海豚的画也是我画的 没想到挂在这儿还挺漂亮的 这幅画也是我画的 好像我起名字起的一样了 这个也叫海阔任一月 那您好好休息 让他们两个也好好休息 是的 谢谢 他们俩还没起呢 所以我自己先熟悉熟悉环境 好凉 老婆你早就想吃什么吗 给你做早餐 吃什么 都可以吧 鸡蛋啊什么 鸡蛋 玉米 玉米 奶 奶你要热吗 常温的就可以了 不想喝太热了 我找点衣服 我要给你 奶奶 奶奶 奶奶早餐吃 给你 小姨 又宝贝起来了 今天好美啊 是吗 你是迪士尼再逃公主 谢谢 知道什么叫迪士尼再逃公主吗 小姨 不知道 就是迪士尼逃出来的公主呗 你知道灰姑娘吗 知道灰姑娘 过了十二点她就逃跑了 逃跑了 然后穿着小纱裙 谢谢 给宝贝 谢谢小姨 我感觉我不吃了 我 减肥 我现在感觉不饿 吃点水果什么的 不想吃 你来一个这个 这是不发胖的 不 这就是我们减肥的人的主食 不要劝我 你想再减到多少斤 再减二十斤 一百二 你要干吗 出道 小姨 我们要出去了 您不去 我可不想坐大灯头 你带我去哪里 你 这个好晕 两个人一起飞 瞧我 真好 解救公主 太搞笑了 老婆我要被吸进去了 我把你拉出来 笑翻了 你跟那什么蜘蛛讲呢 走 来 开始 帮我拍一下 在这儿 好像就是这样的 可以的 想过来 三二一 太像了 我这也真的像 这样像了 三二一 好想像 什么都得藏下来 又来了这样子 这个好像 天哪 可以拍一个倒过来的 三二一 等等 什么呢 这那小的蜘蛛侠 这个蜘蛛侠太笨了 老婆 蛤蟆侠 青蛙侠 走吧 发给我妈 我妈那小 你们干吗呢 让她倒 你看 我看出来了 是倒着拍的 你看王串这个 这不就是反着力的呢 你还真看出来了 你还挺聪明啊 我们婆婆是 走在时尚的最尖端 好像模特儿是这么知道 快 快 我应该穿上我的鞋 反正她们也没在 偷偷地走一走 模特儿 不 要是她们在 我就不好意思了 好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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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花 只能偷偷看呀 看一看 她就好像 要流浪一幅花 你偷偷玩了 看他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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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花 你好 小琪 宝贝回来了 你们 你看照片 什么样的照片 这是 这是 这个是王炭 这在哪儿去 我知道这是镜子翻着照的 是不是 不是镜子 真是照着的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真吓人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 我不相信 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那怎么 我觉得肯定是假的 不可能是真的 你干嘛现在以后 你拿什么 本来是打算 等小宝宝生了以后再送的 就是有演员 所以就买了 给小宝宝的 给小宝宝 看看 这个 锁头 对 这是索宝 就是咱们家的这个宝宝 健康快乐的成长 成长 你看它是不是有感觉 嗯 它动了灯了 看那边小宝 看见了 嗯 谢谢小宝 不客气 嗯 活得好快啊 时间小宝 是 下个月就要 歇货了 嗯 阿姨 你知道我最最初一开始起的 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吗 不知道 杜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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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矣也挺好听的 我爸说 不管我们这是个男孩儿女孩儿 所以我就叫杜梅山 对 人家小孩儿起名不能太搞笑了 所以 不行 我觉得应该是既好记又好写 人们一听就记住 还得好听 而且不能撞名 杜美丽 我怎么听着跟杜梅山异去很多呢 差不多 不好听 杜金牛 什么 今年是牛年 太难听了 越难听越好养好多 是 杜金牛 不行 还不如叫金牛 你可以选四个字的 四个字的名字 我就知道易杨千禧是四个字 那就杜杨千禧 小明不就叫小蛋饺吗 不想叫蛋饺 那是我妈想的 我不想 姨说她叫这个 大家就乐 那人家包文静的孩子 叫饺子呢 那别人没笑他 包贝尔跟包文静 身上没有饺子的梗 我身上有这个梗 就不能叫 什么叫梗 您知道蛋饺肉丝吗 小姨 我知道 这叫梗 你说男孩子还好点 对 男孩无所谓 高高行性无所谓 如果你要是个小女孩不好 如果是男孩就叫蛋饺 如果是女孩的话 就起个安安静静的名字 包子 包子是父亲伯 小斑马怎么样 为什么叫斑马 我刚刚看那个斑马 二十八岁看吧 斑马什么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 小石榴 小莲屋 我去打下冰箱找一下灵感 小馒头 小红薯 小南瓜 小草莓 小柿子 小芒果 小哈密瓜 小车里子 我觉得镀鸡牛挺好听的 这实上你说了这么多 还真的都还不如小蛋饺呢 谁 我 好啊 好美啊 老杜呢 他不在家啊 他都见你之后他就打扮一下 恶心 你来了 还抓了一下头发 你真的抓了个头发老公 没有 我早上就是这样 你几个月的时候肚子很大了 五个月才六个月开始大了 那个时候开始大了 顺的 顺 顺 厉害 真的厉害 我现在都不敢想 当扎的那叫什么 吹鱼铲素 对啊 那个包疼 不要跟他说 他的胆小 没事谁我们聊天真没事 我啥都见过了 他每天自己躺床上搜 各种并发症 突发 但每个人不一样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 我跟他说 我好疼 我好疼 我说疼什么呀 他生两个 我就突然在这生出来了 就像我妈跟我说 他生我似的 说你生你 我可简单了 我还在家正洗衣服呢 感觉又要生了 然后我还坚持 把这个衣服给洗完了 晾上了 然后我就去医院了 然后就生了 是 就是那样 掐指算性应该是女孩 因为他没怎么变样 女孩不变样吗 女孩不变样 那这都是老年间的说法吧 对啊 你忘了那时候贝尔 还让你们下个柱什么的 包贝尔在朋友圈下得住 就是猜男孩的猜女孩的 真假的 真的 真的 他跟包贝尔是一家的 对啊 那我见过那个小孩 有个晚会 好像他带着他女儿 唱过一个歌 他是个喜剧演员 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了 那小姑娘呀 她可以自己演 所以白杨座还是很开朗的 白杨座女孩 不好惹 不好惹 不好弄 郑凯也跟我这么说的 白杨座女孩不好弄 人家做怎么不好弄 我就是白杨座 然后你就白杨座 那不是我挺好惹的吗 你是个特殊 这个不是班马埃克吗 现在杜叔跟蔡蔡就开始 为小孩准备了 朋友推荐的 效果怎么样 他比较适合二到八岁的小孩 读完他之后 阅读 还有表达能力 进步了很多 孩子喜欢吗 超喜欢 班马埃克把知识 还有儿歌 故事相结合起来 通过有趣的情景动画 带到真实的历史故事中 可以真正的去理解古诗和成语 还能应用到平时的这个表达里面 真不错 我还真不会是一个撒娇的人 你平时跟鲍贝尔是撒吗 会撒娇 那怎么撒 把杜叔叫过来 让你撒个娇给他 丑哥 快来 让参长给你撒撒娇 撒 你赶快去 他老跟我撒娇 在生活里面 若林他又要来 来给你撒娇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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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啊 请把我脸打上马赛克 给你撒娇 现在给他一次表演的机会 让他跟你撒娇 好不好 你要怎么 你看 他马上开始起范了 你要怎么 要怎么呢 好玩 给老公撒个娇 这么多人看着我 淑哥 你刚一点 你把那个演八百那个气势 拿出来 谢团长 有事吗 有事吗 我想撒个娇可以吗 来 他那表情还能撒起娇呢 我觉得 谁啊 你那个表情也太严肃了 那种样 准备好了 吃 就给我烧个苹果吧 就给我烧个苹果吧 你怎么给他鼓着 你就正常 你别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不太会 主要是 你就这样说 你就说 老公我不想你走了 我不想你去拍戏 我不想你去工作了 想你一直都陪着我 走 来来来 你坐近一点 老公你明天可不可以不要走 你别拍戏了 拍什么戏啊 不行啊 这剧怎么忙啊 不忙 我跟导演说一下 你陪着我 是需要陪伴的 他这个撒娇也跟别人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啊 不一样 我告诉你 你今天也不去这个 老爹弄死你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赶走了 明天你就别回来了 这是潜台词 完了那我不会撒娇怎么办 他确实不会撒娇 他真的不会 你需不需要一个撒娇的老婆 我会给你去改变 我不需要 你有一个会撒娇的老公就够了 我给你买了一堆 你能用的 比较实用的东西 可爱啊 这是包孩子的纱布 易乳垫 洗小孩衣服的 都是我用过的 我觉得好的 谢谢 他告诉我 孩子从出生到长大的东西 在维品会全都能买到 都是商场的大牌子 品质有保证 你们可以去维品会 走 我和妈妈管一管 我全程时间找那个奶粉 和那个水奶什么的 就很纠结 那我这样说吧 饺子是全班第一高 他喝羊奶吗 牛奶粉 就牛奶 对啊 八本也高啊 我记得 百科鞋还是七八吧 一米七三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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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完了 啊 这么厘 我真的给我剪了 完了完了 暴露了 反正他今天毁我 我毁他 你老公吗 还真是 对 嗨 康老公 你怎么长头发了 猫王啊 我 我是 我是 我是谁 暴露了你很多料 可能到时候播完之后 要改一下改科了 真的吗 那么致命吗 我整个改 整个容吧 我还会换张脸 你这脸油稀稀吧 椒脸蛋白 那个 我再跟你说个事啊 前两天不是那个戏找你吗 昆丁那个戏 说英文 说英文 你跟我说有一特好的戏 昆丁你知道谁 我说我当然知道 需要两个中国演员 一个是我 发给我发一段英文对白 就拿那段对白试一下戏 被我拒绝了 那你为啥不念呢 最后 老杜说我英文实在太差了 两分丢人 那个 那个 跟你开玩笑的 没有那个戏 你还骗了谁 用这招 没有 我只骗了你一个人 你们聊吧 你们聊吧 我下线了 下线 拜拜 拜拜 幸亏我真的是 留了一手 拒绝了他 对呢 曾经还想过 这样会不会失去一个机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